郭文贵先生 前面 各位传媒朋友早晨 都是大家今天早上的记者会 稍后行政长官先向大家发言 之后接受大家提问 因疫情关系 请大家在记者会中 亦遲刻配戴口罩及盡量保持距離 我們現在先請行政長官發言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早晨 昨天我和私局長、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 率先接種了新冠疫苗 到今天為止我聽不到大家有甚麼不良反應 大家都看到我感覺非常好 甚至連所謂的針口有沒有痛都是沒有的 我們亦都很高興截至今早九點 即是說由網上預約接種的凌晨、凌時 到今早九點一共有四萬二千名 屬於五個優先接種類別的市民 已經是預約了去我們的五個社區的接種中心 還有十八個門診 又在未來兩星期 即是由今個星期五開始的兩星期接種 按照我所知由於在醫管局的普通科門診的名額是有限的 所以在十八個門診接種的 預先預約的名額已經是爆滿的了 但是在五個大規模的社區中心仍然是可以預約 請屬於五個優先類別接種的市民 可以繼續在網上來預約 特區政府會密切監察那個情況 尤其是當第二款的疫苗 即復星Biontech的疫苗 應該很快抵抗 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推展我們的社區接種中心 亦都希望在私人診所裏面的籌備工作 我們會協助他們加快 令到可以有更加多屬於五個優先類別的市民 可以接種到這個疫苗 由於昨天已經回答了大家很多問題 沒有什麼開場白訪 看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提問時間 請興問提名的記者先舉手 喊對之後先介紹你的傳媒機構 右手邊的藍記者先 你好,NOW TV 我想問昨天北龍的言論 要求修改選舉制度 你之前都用過不會做坎頭埋場的事 來形容政改 其實這次算不算是中央逼你坎頭埋場 另外就是想問 還是追蹤一些 就是之前你都說想改制 制定這個基本法二三條 但最後我們會有這個港區國安法 你都說過任內你想創造有利條件 去做正改 但現在就變成好像是中央要不得不出手了 是否覺得你任內這兩件事都是做得不好 所以中央按下等不到 需要出手呢 另外剛才你也提到 有四萬二千人已經登記了 優先群組去打這個疫苗 但政府之前都說過 其實是有二百四十萬合資格人士 現在登記率應該是大約1.75 你覺得這個登記的比率高不高 接不接受到是否滿意 還有原因是甚麼呢 是否政府宣傳 還是市民對疫苗的信心不足的問題 謝謝 最後一題 我想你問了三條 給其他機會記者好嗎 謝謝 我先回答最後一條題目 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網上開放給市民預約 是今早的零時 到九點鐘是九個小時 而且這九個小時 大部份市民應該在睡覺 所以在這段這麼短的時間 有市民已經在網上 我都形容是急不及待 去預約希望接種 這個四萬二千人的數字 是一個相當踴躍的數字 不過最終 我們這個整個接種計劃的成功 是靠市民的參與配合和支持 所以我們不斷會是做宣傳教育 推廣的工作 讓市民更加認識打針的好處 以及各款疫苗的數據 或者他們的效能 但是這個工作方面 香港往往都是要迎爛而上的 因為我們不是可以單方面 去宣傳市民就接收到這些訊息 因為在坊間會有很多抹黑失實的報道 昨天我在記者招待會 已經預見了這些抹黑失實的報道 會馬上出現 在不出兩三個小時後 就在網上廣泛流傳說 我和司局長打的疫苗 並不是科興的疫苗 是造假 是另一種疫苗 因為我們對科興疫苗都沒有什麼信心 我們馬上需要澄清 我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裡 這些澄清的工作會不斷地進行 我也希望新聞處和我們自己的同事 會加快澄清這些失實的報道 因為現在在網上傳來傳去很快 傳得很快 有些人就會信以為真的 因為他的表達方式 其實等於2019年6月打後幾個月 在網上這些社交媒體傳播的訊息 是有點像真的 我都有時覺得他們的技巧都非常之高 所以特區政府會打醒12個精神 每天就是監察著在社交媒體上面的訊息 一有需要我們會馬上澄清 我希望作為客觀報導的傳媒 也都在這方面會協助特區政府 做澄清的工作 因為越多人打疫苗 不僅是互己互人 對於我們走出這次的疫情也都很有幫助 走出了疫情對於整個社會帶來的好處 不需要我在這裡重複了 我們只是僅僅在年初七 稍微放寬了一些社交距離措施 整個社會就多了一些動力和多一些活力 也都有企業有些生意可以做 所以這是一個共同的責任 希望大家都是共同努力 至於有關昨天港澳辦夏寶龍主任 說了一番的話是很清晰的 我們為什麼會去到這個地步 要由中央的層面來解決香港的政治體制 包括選舉制度一環 夏主任已經不厭其煩地回顧回歸以來這二十多年 每次碰到這些社會上會有一定的爭議性 都會產生這種鼓吹仇視中央仇視特區政府的言論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夏主任一直是回顧到2003年 首次特區政府是希望為《基本法》第23條 即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 然後就到我們只是在學校裏面 推動一些了解國家發展的國民教育 然後就到當然是非法佔中 也是一個政改引起 然後有旺角的暴亂 再去到修例事件 這一連串的事件是令到中央擔心 當然我作為行政長官我也很擔心 所以中央在這麼擔心的情況之下 為了讓到的情況不可以惡化到 令一個兩制難以貫徹落實下去 是需要由中央層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國家安全如是 政治體制如是 所以都是一貫的考慮 和本人在任內能否創造一個條件 由我們按照《基本法》來做 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因為剛才我說的大部分因素已經存在已久 不過有時候存在已久的時候 到某個階段 某個時刻 都要有這種勇氣 有這種決心來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 多謝 下一條 左手邊 最近中間的女記者前排 謝謝 Bloomber News,Chloe Secretary Patrick Nip said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studying legislation to prohibit insulting public official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effort? Could it restrict the free speech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ank you First of all We are not in a so-called very mature stage of considering a legislation in that respect But it has been the aspiration of many of my frontline officers It's not just police officers but many public officers in the frontline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been intimidated, threatened and insulted i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And this is no good for a civic society So there have been suggestion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seriously look into enacting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o prohibit or to control that sort of behaviour But as I said We have a lot of competing demands on our plate so to speak I have already outlined earlier this month There are five important areas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legislate Within the current term of a legislative council Which is about a few months So I would say that this is not one of the Pieces of legislation that has been put at the very high priority But one day if we were to legislate I think we will be very careful in striking the needed balance Yes, the basic law protects and upholds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cluding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assembly But as many court cases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ese rights and freedoms are not without limitations So when they undermine another person's right Then of course something needs to be done So there will be There have to be a very delicate and very serious balancing act to be done If one were to consider such a piece of legislation But at the moment we have not reached that stage 其實最後一條 雖然叫灰色三條 Heyl 林太,你好 三條問題 東開日報 在中間的角度 其實司法機構是一個治港者 都要愛國 其實過去不少司法機構 涉及政治案件都引起爭議 不少法官都被質疑不夠忠誠不夠愛國 你覺得怎樣可以確保法官都是愛國呢 是否以後不再委任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非常法官 第二就是以前愛國愛港者的界線容許愛國不愛黨 但現在愛國者的界線是不可以反對共產黨 例如資源會或者普通市民再叫結束一黨專政 是否只是不愛國不能再參選或者擔任公職呢 政府又會不會在學校的國家安全教育裏面加入這些元素 令香港的下一代不再抗拒共產黨 最後就是有參選的有參加初選的50名泛民 涉嫌干犯國家安全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其實在這個紅線裏面他們是否終身不能夠再參選 若果有親民主派的人士真的很想從政 你作為特首又有甚麼話想跟他們說呢 三條題目的答覆都是沿著這個思路 都是依法辦事 香港是一個依法辦事的地方 而特區政府是一個依法施政的特區政府 這件事也是得到中央的全力的肯定和認可的 最重要的法律當然就是憲法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當然對於在香港 如何落實一個兩制是至為重要的 另外就是基本法 剛才你提到有關於司法機構 就更加在基本法裏面有詳細的規定 確保香港的司法機構 是有獨立的司法權 包括終審權 而司法機構的法官的委任 亦都有清晰的規定 我看不到這些基本法那麼重要 確保香港司法獨立的條文會受到任何選舉制度的影響 同樣地在我們對於愛國者的要求裏面 如果大家看回在基本法第104條裏面 對於現行公職人員的宣誓要求 不是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 究竟這些具體落實或者將這些條文法律化 是會怎樣做呢 我相信大家很快就知道了 因為你們都記得 我們是有一條重要的法例 就是我剛才說 在月初立法會講的五大範圍的立法工作其中之一 就是有關於宣誓和違反誓言 就職之後違反誓言的法律的後果 這條去落實基本法第104條 全球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作的解釋條例 已經準備就緒了 我當時都是說過了農曆年 就可以向立法會提出 立法會開會我們就會提出這條條例的草案 在那裏大家就會看到 也找到你的答案 什麼是效忠 什麼是擁護 至於市民仍然是有參選 即是被選舉權和選舉權的 這個也會透過依法去認定 所以最終都是會看 由中央層面處理的選舉制度的法律 再由本地立法工作來規定 香港的選舉工作應該是怎樣進行 多謝大家